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图躲避上帝的存在 这是因为神的同在是容不下罪的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试图躲避上帝 因为他们犯了罪 然而没有什么能瞒过创造眼睛的上帝 他看得见无形的东西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一切都在他面前一清二楚 我们无法向上帝隐瞒任何事情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他可以选择不在某些地方显化他自己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 大卫这样描述上帝 诗篇139篇7到8节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上帝无处不在 他在幽暗隐秘的地方 也在明亮公共的地方 我们不仅将对我们在公开场合所做的事情负责 也要对我们在隐秘的地方所做的一切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 无论是在隐秘处 还是在众人前 上帝始终是上帝 我们在隐秘中对上帝的侍奉 他会奖励 同样的 我们选择在隐秘中犯下的罪 也将不得不面对后果 他在耶利米书17章10节说 我耶和华是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没有任何思想或情感 能够在上帝面前隐藏 没有任何逃脱的动机 态度或意图 能够躲过上帝的探查之眼 根据撒摩尔记上16章7节 耶和华却对撒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上帝看到并知道一切 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有记录 当那一天来到 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时 我们必须向上帝交代 我们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事 想一想 当上帝检视你的生活时 他会看到什么呢 上帝看透人心 知道每个人每一天的行为 背后的动机 当这一天到来 将没有位置 让律师为不悔改的罪人辩护 所有的动机和行动都会被显明 并会在上帝公义的天平上进行衡量 不要以为上帝会让我们顽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 就这么被视若无睹或撒手不管 在神的大审判台前 你将会被召唤回答 在神的大审判台前 我将会被召唤回答 所以我今天鼓励你 检视自己 你是怎样对待别人呢 你是怎么对待你的邻居呢 你是怎么对待你的妻子 或你的丈夫呢 你要检视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 要全心全意地爱上帝 你有全心全意爱上帝吗 他是你生命中的最爱吗 上帝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请你自我检视 你的心在想什么呢 你的脑海中 充满了世俗的情色念头吗 还是充满了神的话语呢 你最好认真地检视一下自己 现在做笔以后 做更好 越快越好 有什么罪事捆绑着你 而你却拒绝放开的吗 你清楚知道上帝的话语 而且你知道 这种罪事违背神的话语的 你却不想放弃它 上帝建立了有益的赏赐 也设定了不益的后果 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说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没有什么是秘密的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会被揭露 信徒应该知道这一点 无论现在他们做什么 无论善恶 总有一天会展现在众人面前 如果你在隐秘中做的事是好事 那是非常光荣的 我们会非常开心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但如果我做的是不好的事情 到了那一天公开在众人面前时 我们会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愧 圣经亚干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虽然罪恶能在暗中犯下 但他的结果总是会在日光底下显现 罪恶给人带来耻辱 在约书亚七章 亚干偷取当灭之物 这是上帝命令以色列人 不能从耶利哥取的东西 因为这秘密的罪 是以色列人在与爱城的斗争中失败了 尽管亚干偷偷地犯罪 但他的惩罚却被公开宣告 悲剧是尽管在黑暗中犯罪的是 亚干一个人 但他不是唯一一个受罪痛苦的人 没有人愿意听到审判日的到来 然而无可逃避的 他们必须面对 而且那一天的审判者 将是他们所得罪的 同一位上帝 没有人想听到这样的话 在被创造为灵的存在之后 他们不会被摧毁 因此他们要承受的刑罚将是永恒的 世界收割的季节将发生在基督再来时 根据马太福音25章31-32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 山羊一般 耶稣第二次显现时 万国将聚集在他面前 义人和不义的人将被分开 义人在此被称为绵羊 而不义的人被称为山羊 我们必须为主的来临做好准备 以免成为上帝愤怒的牺牲者 现在我要你想想一千 再来 我要你想想一万 现在想想十万 一百万 一千万 十亿 想想数十亿人 不同国籍 不同种族 不同背景的人 所有国家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 我们在启示录20章12-13节看到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当书卷打开的那一刻 想想书卷打开的那一刻 当你看到他打开启示录20章12节中提到的书卷时 你会想到什么呢 你是否会想到你面对诱惑的情景呢 当诱惑来到你面前 你克服了 他又再来 你再克服了他 他又再来 然后第三次 你屈服了 你是否会想到你隐藏的罪呢 那除了你以外 谁都不知道的罪 当那书卷打开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选择是有后果的 你在此生所做的选择 将影响你的永恒 你可能认为 你可以为当前的选择逃脱后果 你可能认为你可以随心所欲生活 然后逃脱后果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让我读一节经文给你听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你可以轻慢我 你可以轻慢你的家人 你可以轻慢你的牧师 但你不能轻慢上帝 永生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他对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岸 选择有他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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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